大家好 上节课讲了比较多的和调弦相关的阅理知识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首先上节课介绍了一款APP叫做GuitarTuna 它的设定是我们要校准六根琴弦一般的定弦 也就是EADGBE这样的音高 有些电子效应器也是类似的设定 比如说像这款效应器 它并不是透过吸收声音来测量音高的 它是透过木头的振动 所以你需要把它夹在琴头上 当你拨动琴弦 然后腔体振动 情境振动的时候 它就会测算你的音高是否准确 那在这个操作界面上呢 左边一排的音名还对应着琴弦 比如说E1就表示第一弦的E音 所以第二弦就是2B了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在这款效应器的操作界面的右边 有正负50分值范围之内的数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值叫音分 记得上节课我们曾经提到过 全音和半音的概念吗 音分是用于测量音高准确度的一种单位 在计量上我们将全音的音程划分为200音分 半音的音程划分为100音分 那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实境制的计算方法 方便我们去计算音高的误差率 所以有时当你把音调到需要的音高时 效应器还会提示你 这个音是达到准确的音高了 还是偏差多少音分 有的效应器甚至会用指针的方式来表示 那这样对音高的变化就显得更为直观 今天这节课最重要的阅理知识来了 咱们学调弦不就是为了把音调准吗 其实音准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是绝对的概念 如何计算每个音的准确高度 以及相互关系的算法叫做音律 不同的音律计算出来的音高 或者说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是不完全相同的 常见的音律有纯律 五度向生律和十二平均律等等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调音的工具上 用音分来测量音高的准确度 那现在我们就用一张图来做个对比 一个半音是一百音分 一个八度有十二个半音 也就是一千两百音分 我们可以在这张图中看出 不同的音律计算出的音高差距是不一样的 吉他这件乐器采用的是十二平均律 而十二平均律的算法是把一个八度 平均划分为十二个半音 你也可以理解为硬性划分为十二个半音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种感觉就是你把空弦音都调准了 但是在实际演奏中会觉得某些把位上的音在听觉上并不是太准 这是十二平均律先天上的缺陷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吉他弦枕上的一些特殊设计 其目的就是为了对音准进行补偿 介绍过十二平均律后 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常见的效应器 和之前介绍的吉他2弦的不同 这种效应器采用的是十二平均律 而不是只针对吉他的六根空弦音 这是达达里奥生产的一款十二平均律的效应器 很小巧 可以夹在琴头上来进行效应 那这个显示屏呢可以正反转向 比如说把它转过来 那这个功能它是让你可以把调音器倒过来夹 这样从正面看的话感觉你好像没有夹这个效应器一样的 好再反过来 那这个效应器也是根据木头的振动来进行效应 所以外界的声音对它并不会产生干扰 它会接收任何的声音然后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音 如果是介于两个全音之间的半音 它会用升级号来表示 比如说第三弦是G 如果你把它转高了 它会先升高 然后再显示为升级 现在是升级 如果你再往上升 就会变成A 所以使用这款效应器就要先知道 我们六根空弦要调成什么音 那这种效应器也适用于特殊调弦 比如某些乐曲 要求把空弦调成和平时不同的音高时 这时使用十二平均率的效应器就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比较不常用的功能 就是对于标准音的设定 我们在十谱的课程中提到过 五线谱第二间的音是指每秒钟震动440次的A 这个音也叫做国际标准音 其他音的音高都以它为准 如果我更改了效应器上440的标准 比如说我把它调到432 那么我现在根据432所调出的音 会比刚才稍微略低一点 那演奏时在听觉上也会更温和一些 有些演奏者喜欢将标准音设定为442 这样的演奏效果会让琴声听起来更亮一些 除了达达里奥这款效应器 还有其他同样采用十二平均率的效应器或者APP 包括之前介绍过的Guitar Tuner 都有将标准音440设定为其他频率的功能 这两集介绍了相当多的阅理知识 那这些知识不仅仅和调弦有关 在往后的课程中还会用得到 关于调音的工具 这两集介绍的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针对标准定弦的效应器 另一种是十二平均率的效应器 如果今天很不幸 当你需要调弦 而你身边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请收看下一集 也是调弦系列的最后一集 欢迎您继续关注 也希望这节课的内容 对你是有帮助的 是310 针对标准定弦的效应器 然后再次变成了一集 是310 针对标准定弦的效应器 感谢观看